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志上来也是帅 志胜上来也是帅 好了好了 谢谢 谢谢各位 今天真的是非常紧张 非常压力大 非常卷的一场比赛 但我觉得今天要聊那个压力嘛 我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上海 你知道这种大城市还是给人非常多的紧张感的 我刚毕业的时候租房也没钱 租了个阁楼 阁楼屋顶是三角形的 我给我爸妈拍了个照片 爸妈笑话我说 儿子你在上海给人看金字塔呢 确实很别扭 你知道就是 我那个床在整个屋的角里边 就是怎么形容 就每天起床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走到屋中间才敢伸懒腰 我每天重复一遍 这猴是怎么变成人的全过程 而且 我上班之后也是被迫学会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不工作的话 我永远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冰美式 不上班你是吃不了这种苦的 我觉得没有人第一次喝冰美式会特别喜欢 对吧 太苦了 拿这个提身跟拿棍子直接论我有什么区别 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就想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 比这个更难喝了吧 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我这杯冰美式变成了常温美式 我当时就是程序员嘛 我每天就坐在格子间里 喝冰美式在那写代码 我觉得如果月王勾剑看到我 都会说手里的胆突然不苦了 还是你们对自己狠啊 那我现在已经适应了 因为我可以搭配一瓶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含6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两倍营养 冰美式直接变冰拿铁 好喝到隔壁勾剑都馋哭了 我感觉就是大家对自己特别狠 这个事是全方位的 经常我去公司前台拿外卖 我看到别人点的外卖 我发现我整栋楼的同事都在断碳水 我感觉这样下去 明年咱们就能解决全球的碳排放问题 甚至最极端有一次 我加班到半夜1点多 我想点个夜宵 我说放松一下 我竟然看到外卖上还有卖沙拉的 我说谁半夜1点还要吃沙拉呀 除非你是一个刚来中国 还没有倒过时差来的美国人 又睡不着又想家 插着那个小番茄跟鸡胸肉 嗯 妈妈的味道 我觉得在老家生活 我就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感觉 就生活就随意很多 我甚至有一种没有规则的感觉 同样是点外卖 有一次回老家 我晚上8点点了个外卖 迟到了12个小时 按外卖软件的规则 他应该赔我4500块钱 第二天早上外卖来的时候 我妈都混乱了 心情很矛盾 我儿子又吃外卖 但我儿子好像开始吃早饭了 但是早饭吃烧烤 是不是也不对呀 而且你知道在上海待久了 就是很讲究规则嘛 你们也知道 比如火车高铁什么 发车前5分钟 就不能再检票了 有一次老家 我到那个检票口的时候 就只有三分钟了 本着一个上海人 对自己道德的严格要求 我在那遗憾 我说 遗憾 然后观个人看着我说 你干嘛 我说我就三分钟了 进不去了 那你怎么还不跑啊 你没有腿吗 我不能开这个炸鸡 你跳啊 我最后感触的是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去上海已经15年了 但今年过年是我 第一次坐飞机回老家 因为老家就小县城 然后今年才修了机场 机场修得也很小 我刚下飞机 我还在那找百度车呢 我已经看见开黑车的了 而且那个机场很小 就是每周只有三天有飞机 然后一天也只有两班 一班去北京 一班去上海 我回上海那天 我爸妈让我提前 四个半小时去机场 我说去那么早干嘛 他说上次那些 没赶上那机场等了四天 去呗 有什么办法 去得太早了 你们等过机场开门吗 你们见过机场锁门吗 你们见过一把U型锁 就能锁住的机场吗 我站在那都怀疑 如此简单的安保措施 里面有没有飞机啊 而且小机场 一切都非常的随意 我去了发现 连什么航班时刻表都没有 想看看我飞机有没有延误 我就只好去柜台 问那个工作人员 我说去上海 那航班有没有准时 有没有延误什么 他看我延误 什么延误不延误的 人到齐了 咱就飞呗 这是 你这一看 外地来的 你抄一下 你看这有电话 你抄一下就有电话 你抄一下电话 下次要是路上堵车 什么来不及 你打电话 我让航空公司等你 那是 直到最后坐上飞机 我已经系好安全带了 坐在那 我都不太确定 自己坐的到底是不是飞机 因为机舱门关上的前一刻 空姐冲着外面喊了一句 去上海的还有吗 不过在那个时刻 我真的听到了一个声音 说我要去上海 我仔细听了一下 是18岁的我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彭博 三 二 一 请说票 最后突然间 来到偶像剧 也是写的 那你关心奇写的什么 记得啊 写的是朋友们 我回来了 已经在多位大会 这个舞台上演过 我这次去上海的散播 我说是 这次去上海的 这次去上海的 我说到两个月 我把这次来 我回来 我等你 我来再看 我看 那你 这次去上海的 我看 我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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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彭波 我约太了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也感谢我这些还是绿码的朋友们 最后一期了 李大姐说我们还有个主题是吧 叫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录到最后了 终于意识到 slogan不太对劲了 每周看脱口游大会快乐五分钟 不看快乐一礼拜 而且我们节目这些标题也经常特别夸张 全都是什么太好笑了 太炸了 杀疯了 一个语言类节目 显得我们语言非常匮乏 我觉得应该保守一点 降低一下预期就像喜剧一样 就随便写写 全忽兰凑合 广制还行 磅礴 忍住了 没快进 别人一看 没快进有什么好骄傲的 点进去一看 咋忍住的 而且我们都说嘛 每年我们参加脱口游大会 就像每年来参加高考一样 每年都不容易 今年格外的困难 因为我们是按上海高考准备的 你考发现是山东卷的 很难拿高分啊 但我发现我就觉得高考有一点还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就是规则很分明 就对错一目了然 你想考完数学 大家在那对答案 别人说 这个是二吧 是二倍跟二吧 你看着自己算出来的根号价 一百四十三分之二百七十六 别人是不知道答案对不对 是吧 你是知道不用对答案 上了大学之后 很多事情就开始 渐渐的就不一样了 考完试就是你觉得自己要挂了 就开始给老师发消息 请您高台贵手啊 祝您身体健康 那个手台的越高越健康 还有同学 没考试就开始发消息了 我怕考完那天的祝福太多 而且就是 这种情况就是愈演愈烈 到了工作之后就完全不一样 大家上过班都知道 工作了之后 很多时候出了问题 撇清关系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那我之前不是做程序员吗 有一次就是 出了一个很简单的bug 就是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 写成了一加一等于三 但是大家发现 第一个一跟第二个一 不是一个部门写的 结果就非要一起开会是吧 争取把锅甩出去 甩着甩着发现 三是老板写的 问题一下就升级了 从怎么解决bug 变成了怎么掩盖 老板是个傻子 这个事实 东北喜剧的经典问题 请问一加一 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最后一位天才的同事 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觉得是等号的问题 我们改成一加一 小于三吧 这样两个一都开心 是吧 还不用让老板直面二的问题 太聪明了 我觉得这种人啊 就是职场小于号 轻易不开口 开口一定要向着领导 而且 真的就是职场上 工作上这种 看不懂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最近一次 特别不理解的 就是听说 我们公司准备弄一个 什么虚拟空间 用我们这些演员 那种虚拟形象 在里面讲脱口秀 我说是不是就是 电子版的皮影戏 是吧 还有什么什么VR脱口秀 说你躺在床上 戴个VR眼镜 李旦咔就怼在这个地方 又惊悚又幽默 看着都变形了 放大镜看李旦 与眼镜头看虾系男孩 测试的同事还在那问呢 说这个VR看久了 会不会头晕啊 好像是有点恶心 但应该不是因为VR 那我们老板还说 将来咱们做得好 有机会能发行 属于我们自己的虚拟货币 我说我们就一帮讲笑话的 发行什么虚拟货币啊 欢乐豆啊 老板还批评我 说你不懂 人家愿意跟咱合作 那是百里挑一的好机会 我说那是你不懂 百里挑一 经典娟山有鸡奶 限定约1% 珍稀娟山牛 经典愿意跟咱合作 那才叫百里挑一的好机会 突然完整了 你知道老板为了说服我是吧 还给我看他们的微信群 四个项目合伙人的聊天记录 说这事我们研究的 有多么认真 多么的专业 但是我看了一眼 那个微信群的名字 我就感觉这个事 应该是成不了 因为那四个人的群 名字叫 带你们三个赚大钱 反正就这个事啊 你要问我有戏没戏 我肯定是觉得没戏 但你要问我 支持不支持呢 我肯定还是支持的 工作嘛 开口还是要向着老板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宝宝 谢谢大家 谢谢 又要PK了 不是很想PK 尤其跟邱瑞 你们不知道 我们是全公司最像三星堆的两个人 确实每年比的都挺不容易的 而且今年格外的难嘛 前两天我在刷那个朋友圈 我看到我有一个做综艺节目的朋友 他在筹备一个新节目 名字叫 种地吧 少年 他是叫一群 手无腹肌之力的男生 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 用六个月的时间 种出一万斤粮食 我当时就明白了 主要就是面向这两年 在家待业的这帮爱豆 对吧 真正的男团在就业 我问了一下 听说已经有三百多个爱豆报名了 没想到是吧 爱豆爱豆 爱豆最后是土豆 我就希望这个节目 就好好做对吧 也别搞那些什么综艺套路 别跟我们似的什么PK淘汰 是吧 不要有人种着种着 发现自己快要赢了 第二天起单 发现对手把自己的锄头藏起来了 就好好劳动就行 我觉得这样啊 节目录完 以后谁都不要再批评 爱豆基本功差了 你想人家那个技能 唱 跳 施肥 打药 联合收割机的维修 母猪的产后护理 我觉得干脆就更极端一点 是吧 节目里收成最好的四个人 咱们直接原地成团 新一代的F4 是吧 Farmer 4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我感觉这两年 节目像一个连续剧一样 你看 姐姐在那乘风破浪 是吧 哥哥在那披荆斩棘 还有一群少年在种地 你问他们 为什么这么努力啊 他说 因为我们想过向往的生活呀 节目还没录 人家甚至还没录 不过 说了说 你们是不是还挺想看的 我也挺想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种抓人眼球的东西 越来越多了 有个特别火的新闻节目 说的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 但是你一听 有人花了好几万 闻了一个这样的眉毛 这我必须得仔细看一看 短视频上还经常有那种 洗地毯的视频 我都反思 我为什么爱看这种东西 自己不爱做家务 看别人做家务 特别来劲 按说 一个地毯都脏成那样了 咱干脆就买一块新的 对吧 脏成这样都不扔 只能说明很珍贵 但是这么珍贵的地毯 又是怎么脏成这样的呢 我唯一见过的 又珍贵又全是泥的东西 只有出土文物 但是刷文物 都是拿个小刷子 在那一点 没有人说拿个高压水枪 是吧 再织一个手机 家人们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冰蛙泳的底色 到底是什么 哪怕是体育比赛 你比如跳水 这种观赏性很强的项目 点击量特别高的 也很有可能是那些失败机器 那是真正的 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就是谁都知道 是吧 这个大哥跳下去 一定有水花 但是谁都想不到 能有这么大水花 那个水花大到什么程度 是吧 就好像你在互联网上 说了一句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今年的领校园 还挺懂脱口秀的嘛 经常是看那个大哥跳水 出发的第一步就有问题 是吧 但你看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整个过程 哎 哎哎哎哎 妈妈我爱你 看完了之后 让我这种普通人 也产生了尝试一下的冲动 是吧 你就感觉 只要不怕疼 我上我也行 说了这么多呢 还是希望大家 能把注意力 放在真正应该关心的地方 谢谢大家 听完我同组 这三位中年朋友的讲述 我真的觉得我太幸运了 活这么长时间 没有创业 没有孩子 甚至还拥有第一段婚姻 人类学的奇迹 我简直 但我现在最近也有 我自己的问题 我最近开始沉迷游戏了 而且很丢人 我沉迷的不是什么正经游戏 就是那种你刷短视频 刷着刷着会刷到的 弱智选游戏 就是那个 开局就送黄金装备 一刀下去 99999 我跟你说啊 刚开始我也觉得 我说什么东西 就是师兄弟就来砍我 这玩意儿怎么会有人玩 对不对 玩着玩着发现挺好玩的 是不是兄弟 怎么不早点来砍我 而且刚开始玩的时候 觉得很丢人嘛 我就鬼鬼祟祟的 别人一看到我手机 我就赶紧锁屏 时间长了 我老婆都开始怀疑我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我说有什么人 都是兄弟 但我发现 游戏是一步一步 降低人的底线 你看我最开始 肯定不好意思 让别人知道是吧 打着打着打不过了 他跟我说 分享给好友能获得钻石 我内心就天人交战 犹豫半天 我发给广志 我说那个 是兄弟就帮哥点一下 广志说哥你来晚了 忽兰哥已经让我帮他点过了 我说行吧行吧 也是好事是吧 忽兰带你玩这个 总比带你朝古墙 而且游戏里是什么样 就是你看广告可以复活 我发现我人生里 从来没有那么喜欢过 看广告 后来我都抱怨 凭什么这个游戏一天 只能看十次广告 然后广志过来说 哥你可以冲钱 我说冲钱是可以复活吗 他说不是 但是冲钱一天 可以多看十次广告 反正最后就是 两头冲钱 把在视频网站里 冲了会员 跳过的广告 一个一个 全都亲手看回来了 我发现他这个机制 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他要跟我说随便看 我也不太想看 但是跟我说 一天只能看十次 我冲钱也想看 就像我们这个 天花板舞台 你们知道怎么回事 在这上来下去的 隔在工地 这个就叫升降机 但是现在跟我说 是荣誉 不是随便 谁都能上呢 我就好想得到它 对吧 以前你问我 讲脱口秀目标是什么 我说当大王开转场 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坐这个敞篷大电梯 而且 也是因为沉迷游戏嘛 就没什么时间干别的 但是有一点很尴尬 你知道我这些朋友 他们好多人都总觉得 我是那种爱读书的人 老问我最近在看啥书 我就特别尴尬 我说哎呀 最近也忙着 书我就随便看点 那种小的那种 那种小小的红书 那现在确实也不看书 真的不看书 就最多就手机 什么微信读书 这些APP上看一看 我很喜欢微信读书 有一点很好 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有礼貌的APP 你想每年到了年底 各种APP都让你去朋友圈 分享那个年终总结 是吧 你今年听了多少歌 跑了多少步 看了多少电影 微信读书从来不这么做 因为它知道 分享出来很难看的 干嘛呢 是吧 今年你打开了 243次微信读书 每次停留了三分钟 你喜欢的一定是 《红楼梦》的第一页 是吧 因为你看了15次 都没舍得翻过去 是吧 但是7月9号那天晚上 对你来说一定很特别 是吧 因为你读 《重生之我在大明当黄飞》 读到了凌晨5点 所以我觉得微信读书 它最好的就是诚实 是吧 人家谜底就在谜面上 微信读书 你就微微地相信自己在读书就可以了 我现在也不看书 就是在短视频里 一不小心就把书读了 我发现短视频里 现在就没有绘色难懂的书 我小时候根本看不懂什么《红楼梦》 我现在发现好简单啊 就是有个女人叫小美 她前世是一颗酱猪仙草 还有个男人叫小帅 小帅爱上了小美 但小帅娶了别人 小美一伤心 哭着就把花埋了 最后所有人都死了 《红楼梦》就是这样一本书 告诉我们世事无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不必强求 但是自热火锅的价格 我已经把那牙打下来了 链接就在评论区 我发现短视频 就是能解构一切的东西 我现在在短视频上 已经读完了《红楼梦》 弄懂了哥德巴赫猜想 还顺便学会了 好几十种早餐全家都爱吃 我经常刷着刷着就感觉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今天已经学会太多东西了 彻底学到位了 接下来三个小时 只能全看小姐姐跳舞了 所以今天我很感谢大家 愿意看完我这段表演 毕竟同样的时间 你已经能在短视频上 看完两遍《红楼梦》了 这一点上 脱口秀比《红楼梦》幸运 当然也是我们的不幸 谢谢大家 谢谢彭博 三 二 一 请锁票 彭博是 不容易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 看小姐姐跳舞 他不光看 他还学呢 我第一期的时候 我就在那儿挨你 彭博 网上是不是老有人讨论 什么 什么就是说 彭博优点太多了 没有缺点 是什么 我行话啊 是缺点我是吗 是那个吗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 彭博没有缺点 没有弱点 然后人都 完美 但今天其实讲的 还是很 讲了一些自己 像我们所有普通人 一样的弱点 不能 肯定不能这么说 我是性格的问题 我是不愿意 展露那么多 不好的东西给大家 我就是不喜欢被批评 这是我人性的弱点 其实 但是彭博 确实是会给人一种 特别正向的误会 但是也不是误会 就跟他们认为 你会爱看书 前两天碰见 我拍那时代户外的 我觉得彭博一定凭着 特别爱锻炼 对这个是 这也是我这性格的弱点 我老觉得就不能胖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凭什么 人凭什么不能胖 气人不气人 天儿聊的气人不气人 真的是气人不爽 但我今年看到一点 就是好几个月没有见到Rock 然后我突然看到Rock胖了 我就特别替他开心 因为我们认识很长时间了 你们知道Rock是一个 对身材要求很严格的人 就是他要是能胖20斤 说明生活里已经有了很多 让他开心起来的事情 是的 是的 是的